这个男人拥有可契约万物的能力 但残酷的是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生物会愿意被人奴役 为了在这个残酷的世界活下去 他打算自己开创一条新的道路 通过自己的能力契约自己 让自己成为自己的召唤兽 张平前世作为救援队员 却因一场事故而死亡 死后的他穿越到了这个有着异化兽和觉醒者的奇幻世界 而这一世的张平也同样觉醒了能力 并且还是只要有生物自愿接受契约宝石 就可以被召唤师所主宰的强大能力 这本该是一个十分强大的觉醒能力 但却有着一个十分明显的缺点 那就是生物必须完全知情和资源 才能和自己签订契约 张平望着自己手里拿着一块绿色的六面晶体 不禁失了神 这正是他的觉醒能力 契约宝石 望着旁边的苏靖尧 张平立马喝笑道 苏靖尧 要不要吃糖 我请你 苏靖尧看了一眼那没晶体 不禁一脸嫌弃道 滚 谁会想被你控制啊 张平文言立马就直接躺平无奈道 开个玩笑而已吗 张平想到自己那鸡肋的能力 不由暗暗吐槽了起来 远主就是这能力太费 差点被活活气死 还好有我穿越过来 靠着前世的心理素质 才让这身体挺了过去 见张平摆烂 苏靖尧顿时就炸了 世界那么大 肯定会有生物愿意让你操控的 而张平却一脸绝望道 说得倒容易 除了我自己 还有谁愿意啊 说到这 张平忽然猛的灵感一声 生起了一个大胆的想法 等等 我可以契约我自己啊 之前怎么没想到啊 在吞下晶体之后 一股幽绿色的光芒 忽然猛然从张平的体内涌出 敏锐地察觉到身体出现轻微的变化 这种变化难以延述 有点人间合一的味道 融合的过程很快 张平身上的那股微弱的光芒 仅仅只是持续了片刻 就开始缓缓消散了开来 见张平居然这么鲁莽 并且还出现了奇怪的异想 苏靖尧顿时就有些急了 张平你没事吧 张平健壮连忙摇头道 没事 文言 苏靖尧顿时就松了口气 以后别这样了 多吓人啊 随后苏靖尧便直接起身道 时候也不早了 该回宿舍了 说完 苏靖尧忽然顿了顿再次开口道 明早我就得去寻防对报道 你不用等我了 张平文言不由神情一致 你真的打算毕业了吗 苏靖尧很干脆地点了点头 然后抬头望向眼方回应道 书本上的知识我已经全部掌握了 接下来只有靠实战 才能进一步提升自己 说到这 苏靖尧忽然转身朝张平鼓励道 别灰心嘛 等你哪天变强了 我们说不定还能一起共事呢 而因为能力无用被学校分配到农民职业的张平 只好善笑道 得了吧 我还是到乡下种田吧 一想到要就此分别 张平不由暗暗嘀咕道 以后估计很难见面了吧 虽然他是原主的青梅竹马 但就这样分别还是有点舍不得 真想给他一个拥抱啊 在这个念头出现的瞬间 张平的身体忽然不受控制 脱离了意识 直接朝着苏靖尧走了过去 紧接着张平的身体就猛地张开双手 一把将一脸猛逼的苏靖尧给用力地抱在怀中 张平这大胆的行为 瞬间就将苏靖尧给弄得满脸通红 而张平的意识也同样震惊 身体怎么自己动起来了 苏靖尧再回过神来后 连忙挣脱了张平的怀抱 快步就朝宿舍走去 见苏靖尧慌乱地跑开 张平连忙开口道 一路保重啊 闻声 苏靖尧也身形一转 朝着张平告别道 你也是 在告别的苏靖尧之后 张平望着自己的身体步又暗暗嘀咕了起来 话说刚才身体不自觉地就抱上去了 我下意识地命令了我自己吗 是有然吗 这个男人才刚跟自己契约完 居然就发现自己所在的学校处处都存在威信 就在刚刚 张平在跟自己签订契约后 忽然发现只是一个无意间的指令 身体居然就自己行动了 随后张平就开始测试 自己能将身体控制到什么程度 在尝试了一些高难度指令后 他又再次尝试让身体使用武术 在经过一番折腾后 张平的身体彻底扛不住了 直接扑倒在地 现在张平几乎可以确定的是 他几乎可以让身体做出任何动作 但前提是不能脱离正常人的范畴 比如飞行或者变成其他物种 此外 有些动作之前没有联系过 也能根据记忆有样学样地做出来 所以理论上来说 现在只要他的体能达标 各类武学都能守到勤来 只要想办法提升体能就能变强 在休息片刻后 张平变猛地从地上坐起 现在的他 还有一个问题需要验证 很快 毕业的时间就过去了 张平在睁开眼睛后 却发现自己并没有在家里 在看了看四周的环境后 张平不由暗暗震惊道 这里是食堂吗 就在这时 张平就忽然感觉身体传来一阵剧烈的刺痛苦 望着自己那抖个不停的双腿 他立马就回想起 自己在睡前下达了晨跑的命运 张平的双眼不禁微微一亮 嘴角微微翘起 露出一丝笑意暗暗窃喜道 身体在我睡着的时间里 自己去乘跑了吗 太好了 昨天的设想果然没错 身体在大脑无意识的情况下 也能执行指令 一想到这 张平立马就开始左部右盼暗暗嘀咕道 应该没人注意到我吧 就在这时 不远处就传出一阵喧哗 张平见怪不怪 在看到那名女子后 她就知道是隔壁般的笑话落诗语来了 可就在张平准备开始吃早餐的时候 却忽然听到身后传来嘎吱嘎吱的动静 就在张平眼眸一撇的瞬间 她的瞳孔瞬间就猛地收缩 卧槽 那是什么东西 只见距离张平不远处 居然出现了一只两米直立的巨大狐狸 就这么大摇大摆地站在所有人中间 抓起一名女同学就这样进食了起来 但整个食堂的所有人竟然恍然不觉 就好像并没有发现她一样 望着那个巨大的狐狸 张平顿时就慌得一批 这是什么情况 这根本就不是落实语啊 就在这时 那只巨大的狐狸在经过张平身边时 忽然用沙哑的声音招呼道 你的脸色不太好啊 张平同学 是不是生病了 而在常人看的人 却仅仅只是二人普通的打招呼 并没有任何异常 见张平默不作声 那只巨型狐狸立马就弯下身来 用巨大的爪子按住了她的肩膀 而张平则连忙给身体下令道 冷静下来 冷静下来 下一秒 张平就面不改色地摇了摇头道 没事 只是昨晚做了个噩梦 没睡好而已 随后张平就缓缓起身 然后一脸笑呵呵的边走边开口道 对了 待会还有课 我得走了 那幻化成落诗语的巨大狐狸 立马就锁定了张平思索了起来 恐惧的味道 是我的错觉吗 而张平在离开了食堂后 不由边走边暗暗嘀咕道 为什么学校里会有一画兽 没人发现他们吗 难道刚刚是我眼花了吗 不过张平觉得眼下 还是要先跟老师报告要紧 当即他就连忙打开了教室的大门 可一进门 张平的脸色立马就骤然一变 哪怕他两室为人 但还是被眼前的景象给震住 只见教室内正趴着一只巨大的异形狐狸 正抓着一名女同学在肆意的进食 这惊人的一幕 瞬间就打碎了张平汇报的念头 这个男人在第二次吞服自己的契约水晶后 竟意外觉醒出新的能力 就在刚刚张平在发现自己的老师 居然也是一话说幻话的之后 便快步的远离了教室 再来到了天台之后 张平顿时就一脸绝望的哀嚎了起来 不对劲 这里难道是人间炼狱吗 卧槽 望着从衣服中掉出的契约宝石 张平不禁迪不道 说起来 我是吃了这玩意之后 才看得到一话兽的 不管怎么样 让我恢复正常吧 当即张平就直接将那枚觉醒宝石再次往嘴里塞去 希望以此让自己恢复正常 在吞下宝石后 张平与昨天的那种人间合一的感觉完全不一样 这一次他感觉类似于天人交感 整个人仿佛得到了升华 在张平睁开眼的瞬间 他只感觉整个世界都变得明亮艳丽 他看向不远处的地面 敏锐地嗅到一丝血腥的气味 顿时他的眼前就弹出一个鉴定中的提示框 紧接着就出现鉴定成功 广念回放的提示 只见那摊血迹上忽然出现一位学生 而一只异画狐狸猛然扑到了他的头上 直接将其当场干翻 在张平看完回放之后 那抹影像立马就开始迅速消散 他顿时就愕然了 我这是觉醒了鉴定术吗 当即张平就低头看向自己 在盯了大概一分钟后 突然一行行文字开始浮现在他眼前 召唤兽张平 主人张平 领结十一 天赋契约宝石 可主宰自愿吃下宝石的任何生物 鉴定术初级 能看到自身具体数值 可对目标进行鉴定 鉴定成功率与双方实力差距有关 望着自己的属性念版 张平不禁眉头一紧猜测到 这新天赋来得莫名其妙 难道跟我再次吃下宝石有关系吗 为了不引起注意 张平还是回到了教室上课 但他还是连忙开始分析起自己目前的情况 现在我成了自己的召唤兽和契约者 我只受契约者控制 身体和精神都不会受到外界的干扰 因为第二点的存在 任何幻术都对我无效 我因此可以识破异化兽的真身 这些异化兽都是天长湖 并且等级很高 我现在才一级 根本不是对手 而且天长湖靠着认知扭曲这个逆天技能 即使当面进食 在别人眼里也只是两个学生在正常聊天 所以其他人都察觉不到一样 在理清了思绪之后 张平不由暗松了口气 既然是精神控制类的能力 我记得苏敬尧的能力也是精神类 说不定他会有办法 放学之后 张平便快步离开学校 他准备去巡防队找苏敬尧 顺便看看城市里到底有多少异化兽 张平走在街上 心中是越发的震惊 他没想到校外也有 并且数量还不少 张平根本不知道天长湖的数量有多少 他立即意识到天长湖恐怕已经渗透整个明珠城了 很快 张平就来到了一座宏伟的大厦前 这就是明珠城的巡防队总部 随后张平也没浪费时间 直接就来到了咨询台前 负责接待的小姐姐一看到张平 立马就一脸和善道 您好 请问有什么需要 张平在看到接待员后顿时心头一震 然后面不改色道 我来找个人 苏敬尧 他应该是今天来报道了 而化身成接待员的天长湖文言便点了点头 接着一边查阅记录一边回应道 好的 请您稍等 在远离了那只天长湖后 张平立马就开始暗暗分析了起来 巡防队里也有天长湖吗 连高级觉醒者也无法识破他们的幻术吗 就在这时 一旁忽然传来苏敬尧的声音 我担心你 你会不适应 所以来看看你 而苏敬尧则转身开口介绍道 没事 我来介绍一下 他们都是我的队友 大家都挺照顾我的 文生 张平立马就寻声望去 再看了一下苏敬尧的队友们后 他忽然有点黯然道 是吗 那太好了 可苏敬尧却没有留意到张平那细微的变化 还一脸激动道 今后我要努力变强 将来外出讨伐一化兽 为我爸妈报仇 说到这 苏敬尧忽然凑到张平跟前邀请道 对了 我们还确认 要不要我把你妹推到寻访队啊 张平文言连忙挠了挠头拒绝道 不了 我的能力帮不上什么忙 我还是比较适合去种田 随后张平就直接转身摆手告别道 看来你适应的不错 我就不打扰你了 再转过身去的瞬间 张平立马就紧摇嘴唇 将心中的不甘掩盖下来 只见苏敬尧以及他的队友 已经不再是人类 全都是由天长湖所幻化出来的 但张平现在根本就不是天长湖的对手 他只好默然离开在心中暗叹一句 再见了 苏敬尧 这个男人意外发现自己竟是天长湖族群所圈养的储备羊 就在刚刚 张平发现今天才刚去巡防队报到的苏敬尧 居然就已经遇难 被天长湖幻化顶替了 随后张平在走出巡防队总部后不禁在心中大吼道 开什么玩笑 不是说巡防队是明珠城最强的吗 怎么也全军覆没了 一想到苏敬尧 张平顿时捏紧拳头不甘道 苏敬尧明明是今天才刚来的 竟然也遇难了 张平虽然心里憋着一把虎 但越愤怒反而越冷静 他立即就明白自己眼下的处境很不妙 望着遍布天长湖的明珠城街道 张平这一刻终于明白了 看来天长湖渗透的不只是学校 而是整个明珠城 而明珠城的所有人 都是他们所圈养起来的畜生 是他们的粮食 接下来张平就开始冷静地观察 他通过鉴定术调查到了一些事情 大多数天长湖等级在中高级之间 1到9为初级 40级以上为王者 而拥有大量高级觉醒者的寻防队 却不敌他们 杀害洛世宇的那只很强 我的直觉告诉我 一旦对他使用鉴定术 就会被锁定位置 所以他恐怕是顶级 甚至是王者级的存在 其他天长湖能越级打败觉醒者 一定也是他造成的 不同于普通异化兽 天长湖的智力很高 且擅长伪装 表面上与人类和谐共处 但那也只是表面上 他们优先下手的目标 要么是潜力大的学生 要么是加入寻防队等 关键部门的学生 或者社会地位显赫的人 而剩下的人 则只是他们圈养的储备粮 因为威胁不大 反而不会急着下手 一想到这 张平顿时压力陡增 与天长湖正面对抗 无异于自寻死路 可我也不能眼睁睁看着 无辜民众送死 如果我能变得更强的话 说不定有机会 时间过得很快 一周后 凌晨还没到四点 张平就已经苏醒了 在起床了之后 张平步有打了个哈欠 最近醒得越来越早了 看来体能提升得越多 身体需要的休息时间越短 经过一周的锻炼 张平坚持锻炼体能 等级已经提升了一级 除了锻炼 他每天还会尝试生成宝石 然后吃下宝石 希望能像前两次那样 获得能力或天赋 但自从他觉醒了鉴定术后 生成出来的宝石都是无色的 吃下去并没有任何效果 但今天张平再次凝聚出 一枚契约宝石 不一样的是 这次的契约宝石居然又有颜色了 而且还是紫色 虽然这个颜色让人很没有食欲 但张平还是直接将其吞入腹中 期望着这次能有效果 在吞下宝石之后 张平突然感觉万类俱寂 似乎整个世界都失去声音 好一会才从寂静中脱离出来 蟋蟀声 挖鸣声重新响起 随后张平就连忙对自己释放了鉴定术 属性面板立马就显示 张平等级二 成长之四星 体力十三 力量十三 领结十五 契约宝石等级二 等级二觉醒新天赋 以触发 夜行者初级 获得黑夜视觉 并且夜晚存在感大幅度下降 行动速度大幅度提升 体重下降 处于阴影处完全隐身 再看完念板后 张平顿时就惊喜到 果然又觉醒了新天赋 以后能在夜间外出调查了 再看到七月宝石提升到了二级后 张平不禁猜测到 这次连七月宝石也升级了 难道跟我自身等级相关吗 一想到这 张平对未来立马就充满了信心 难道说我每升一级 就能觉醒一次新天赋吗 那岂不是无敌了 炸了炸了 天长狐手领镜带着一群小弟 来到了张平所在的房间 就在刚刚 张平在获得了夜行者天赋后 立马就将天赋发动 在一抹漆黑的暗系能量 将它包裹起来后 他不禁咧嘴一笑道 事不宜迟 现在就去锻炼 顺便试试新天赋效果如何 在跑了几圈之后 张平能清晰地感受到 视力提升以及体重下降 都会有十分明显的感觉 黑夜视觉的加持下 漆黑的环境也变得明亮起来了 就在这时 张平忽然敏锐地发现 操场的草坪上 虽然躺着一枚亮闪闪的戒指 他的注意力立马就被吸引住 张平见状连忙取消了陈跑的命令 然后果断转身走回去捡起戒指 他发现戒指的材质看上去不像特别珍贵 但偏偏做工精细 不像是普通的装饰品 当即张平就朝着戒指连续发动了鉴定技能 一般的物件 鉴定很少失败 在连续失败了十多次后 这才成功地鉴定出来 顿时一串文字就显示在张平眼前 暗杀戒指 佩戴戒指后 所有生命体都会下意识忽略佩戴者 高级觉醒者以上可免疫 在鉴定成功的同时 张平忽然猛地瞳孔一震 眼前自然而然地浮现出一幅幅画面 紧接着鉴定术带来的画面回放 就开始出现在张平眼中 只见一个身穿白衣 脸上戴着黑色面具的男子 正和幻化成落石雨的天长胡在操场上交手 而张平立即就发现 白衣男子手上佩戴的 正是自己刚刚捡到的那枚戒指 显然他就是戒指的主人 当即张平就暗暗猜测了起来 常人是没办法看穿天长胡的真身的 落石雨在他眼中 应该是人类猜对 那他是落石雨的仇家吗 只见画面还在播放 白衣男子明显不是天长胡的对手 不但在一个照面间就被斩下三根手指 同时腹部还被重伤 看到这 张平立马就开始冷静地分析起来 落石雨不可能有仇家 他是孤儿 并且以他的为人 不会和人结仇 一想到这 张平不禁捏了捏下巴 开始分析为什么会有人对落石雨出手 现如今他只能想到一种可能性 那就是除了他以外 还有其他人在明珠城暗中对抗这些怪物 就在张平思索之际 不远处忽然出现一道天长胡的身影 同时传出一道沙哑的嘶吼 是谁在那里 可就在天长胡赶到张平所在的位置时 却发现地上的那枚戒指已经不见了 顿时他就大喊了起来 戒指不见了 一定有人来过 当即天长胡就开始浮在地上 仔细地嗅着周围的气味 不过他却发现没有任何气息 顿时他就暗暗猜测了起来 怎么可能没有气息 能瞒过我 必定是终极以上的觉醒者 当即天长胡就连忙远离操场 同事慌张到 得赶紧通知王子殿下才行 隐藏在不远处的张平纹生 立马就暗暗分析了起来 原来如此 他们是故意把戒指留在这里的 望着手中的戒指 张平感觉如果现在放回去的话 反而更加可疑 只能先将戒指留下来了 时间过得很快 张平再回到宿舍后 时间已经来到了凌晨的五点半 天色已经微微发亮了 张平看了看 戒指不禁有些庆幸 刚才因为天还没亮 叶行者和暗杀戒指 完全隐藏了我的存在 看来实力不仅限于自身的力量 也可以靠装备来提升 与此同时 男生宿舍楼内 一群天长胡正 朝着张平所在的宿舍快不赶来 而张平的意识忽然出现一阵恍惚 耳边忽然传来一阵熟悉的声音 张平躲起来 闻声 张平的脸色瞬间一变 有些惊慌的朝四周慌乱道 谁 是谁在说话 恍惚间 张平仿佛看到了苏静瑶的身影 出现在自己的身旁 他的身体朦朦胧胧 唯有一双眼睛清澈如水 那双好看的性眼正焦急地望着自己 同时传出他焦急的声音 他们 已经来了 几分钟后 幻化成落石雨的天长胡 带着一群小弟 猛地就打开了宿舍的门 悠然走进了张平的宿舍 而时间也紧紧距离张平回到宿舍后 只是过去了几分钟而已 那群天长胡在宿舍转了一圈后 接着走到了张平的床面前 低头平视着正在熟睡的张平 安静的宿舍 这一刻只有张平均匀的呼吸声 幻化成落石雨的天长胡在锁定了张平后 立马就伸出了力爪 然后静静地看着张平 发出了一抹名笑 是他吗 那就给我去死吧 话音刚落 天长胡那狭长的狐狸眼忽然微微眯起 然后猛地将左手的爪子高高举起 然后迅速凝聚新红的能量团 眼看就要对准张平的脑袋砸下 男人本想去买点装备旁身 可却没想到武器店居然全被天长胡给占据 就在刚刚刚回到宿舍的张平 却发现天长胡首领居然带着小弟找上了自己 为了避免暴露 张平明知天长胡来袭 却依然果断给自己下达沉睡的命令 而天长胡在伸出力爪后 忽然停在张平的脑袋上暗暗思索了起来 竟没有一丝情绪波动 这废物若是漏网之余 势必会跳起来搏命 而且我也没有感觉到戒指的气息 身旁的小嘎嘎在看到首领收回爪子后 不禁疑惑道 王子殿下 为什么不干掉他 此人天天晨跑 天天今天没去 此事定有蹊跷 而天长胡首领却转身默然道 不是他 他只是个没有利用价值的食物 说到这 天长胡首领忽然猛然探出力爪命令道 不要随便浪费食物 小嘎嘎立即意识到自己多嘴了 马上低头垂尾 一脸弓顺匍匐在地 半小时后 本来还处于熟睡状态的张平忽然猛地睁开眼 在确认天长胡已经离开后 张平立即就将嘴中的戒指吐出庆幸道 好险 吓死我了 望着手中的戒指 张平不禁嘀咕道 我居然忘记了自己会天天晨跑的事 还好刚才命令身体强行睡觉 没露出破绽 一想到刚刚那熟悉的声音 张平在此陷入了疑惑当中 话说之前好像听到了苏静尧的声音 是错觉吗 不过旋即张平就摇了摇头 暗暗决定道 我在多愁善感什么 抓紧便强为他报仇才对 总之 为了不引起天长胡的怀疑 先假装照常生活吧 随后张平去食堂吃早餐 而一旁的学生则开始议论了起来 你听说了吗 今天寻房对在咱们学校旁 发现了一具被腰斩的尸体 而且那尸体居然是臭名远昭的黑死星 明珠城第一杀手 上一任城主就是被他给打伤了 最后就上复发英年早逝 张平纹身不由脚下一掷 暗暗思索了起来 雕斩 莫非说的是那个被干掉的白衣人吗 一想到这 张平的脸色立马就凝重了起来 连第一杀手都被轻松干掉 若是宇的实力果然深不可测 这次将尸体攻之于众 是想警示那些与天长胡作对的势力吗 张平知道之后天长胡他们肯定会加强戒备 当即他就暗暗决定道 得赶紧找几件装备防身才行了 待会上完课就去铁匠铺转转 下课后 张平便连忙从学校中出来 朝着商业区的位置走去 不过张平在逛了一圈后 却发现城里的铁匠铺似乎已经被天长胡给控制了 而且这些天长胡的等级还不低 鉴定好几次全都是失败 可下一刻 张平的眼前忽然浮现出一个鉴定成功的提示 鉴定成功一百次 鉴定术初级晋级为鉴定术终级 见鉴定术忽然升级 张平的瞳孔立马猛的一缩 异化兽天长胡 种族异化胡 成长值一星 终极异化兽 等级15 天赋认知扭曲 能够修改目标生物的认知 并强行使目标无法察觉到异常 这一次天赋升级 竟让张平拥有能鉴定出对方成长值的能力 男人好不容易找到一家由人类经营的铁匠铺 可却没想到竟会被美女拦路 就在刚刚 张平因为鉴定成功了一百次 意外地将鉴定术提升到了终极 并且新增了能看到对方成长值的能力 不过张平在鉴定术升级后 并没有马上去研究 他知道现在当务之急 是要先找一家没有被控制的武器店 随后张平就路过一家 名为铁之魂的铁匠铺 里面正传出一名男子的声音 我这可是上等的好货 你看这纹理和光泽 说到这 男子忽然一脸得意地挥舞手中的武器开口道 看在你也不容易 要是你愿意收购 我就忍痛给你个最低价 可老者却在呼出一口烟雾后打断道 你说什么 你说我女儿在等我吃饭吗 金毛男闻声立马就炸开了锅 他忍不住地怒拍桌子大吼道 老东西 你聋了吗 可就在这时 张平忽然进入到店铺内 然后拿起那柄细剑开始挥舞了起来 再观摩了一会后 张平直接无视金毛男 对着武器就使出自己的鉴定术 顿时一个提示框就出现在张平眼前 华丽的单手剑 品质普通 中看不中用的武器 并且曾经折断过 修复得很差 而金毛男剑武器被拿走 立马就伸手想要夺回去 同时恼怒道 臭小子 敢抢劳兹的东西 见此情景 张平顿时就慌了 他连忙出声提醒道 等等 这把剑会断 话音刚落 金毛男在抓住剑身后猛的一程 那柄细剑就直接咔嚓一声 当场一分为二 这下金毛男是彻底炸了 他立即发动自己的天赋能力 同时大吼道 可恶 敢坏劳兹的好事 紧接着金毛男身上 就猛然爆发出一阵雷光 朝着张平愤怒的赤鹤道 你知不知道劳兹是谁 下一刻 金毛男身上的衣服 忽然被他体内涌出的力量给撑爆 他立即朝着张平摆开架势冷声道 劳兹可是行义无管马大势的清传弟子 探招 话音刚落 金毛男脚下忽然猛的移动 直接朝着张平飞速袭去 顿时张平周身就出现舞蹈雷光 这正是金毛男的摊家本领闪电舞连击 金毛男的快速移动 瞬间就在张平身边形成舞蹈分身 同时朝着他发起猛攻 下一刻 却忽然传出啪的一声 张平仅仅只是随意地扫了一眼 就看穿了金毛男的本体 抬手对着他的脸就是一巴掌 被打啪的金毛男立马就委屈地哀嚎道 年轻人 不讲武德 而张平见金毛男这么弱机 不禁有些好奇地对他使出了鉴定术 姓名刘宝国 种族人类 成长直一星 等级 初级觉醒者 天赋今天动地无敌狂霸魂元气 使用任何招式都会自带强烈特效 但只有使用者本身能看到 见金毛男只是个普通的一级觉醒者 张平便转身摆了白手 暗暗敌不倒 这人是来搞笑的吗 可金毛男见状却忽然露出一抹得意的名笑 敏锐地抓住这个时机想要偷袭 可身为二级觉醒者的张平 仅仅只是一拳就将他给揍趴 顿时张平就有些无语道 还想偷袭我 到底是谁不讲武德呀 可就在这时 屋外却忽然走进一道人意 望着倒地不起的金毛男 女子忽然饶有兴趣道 我才出去多久 铺子就变得这么热闹 说到这 红衣女子忽然朝底下的金毛男摩拳擦掌冷声道 你是自己滚 还是让我送你一程 见此情景 金毛男立马就连滚带爬地朝街道外跑去 而张平也不禁暗暗嘀咕道 我还是再去看看其他店吧 可就在这时 红衣女子忽然猛地拦住了张平的去路开口道 你留下 随后女子就上下仔细打量了张平一番 然后直截了当道 我们聊聊吧 这个男人只是练习了一下打铁 却没想到静意外觉醒新的能力 就在刚刚 张平本想离开铁织混铁降铺 可没想到却被红发女强行留住 张平见红发女子居然要跟自己聊聊 她顿时就有些愕然了 聊什么呀 而红发女却忽然猛地凑到张平的跟前淡笑道 我一单身的弱女子 每天为了生活奔波 还要照顾因为女儿失踪店的糊涂的叔叔 我看你身体挺好 人品也不错 要不 而被压到墙上的张平顿时就有些羞涩 你的意思是 话音刚落 红发女立即就一把将张平的头搂住大笑道 留下来当个铁匠马 照顾留铁风老爷子 顺便帮忙看店 当然 包吃包住还有工资 文言 张平立马就暗暗思索了起来 如果学会了锻造 以后倒是能省不少买装备的钱 而且这家店看样子也没被天长福控制 当即张平就果断地答应下来 好 我是要成为铁匠王的男人 红发女见张平答应立即就激动地给她一巴掌大笑道 哈哈哈哈 好小子 不愧是我看上的人 亲身感受到红发女那强横的力量后 张平不由暗暗嘀咕道 我还是先从她手里活下来吧 几天后 铁支魂铁匠铺内忽然传出强姐的声音 再用力点张平弟弟 张平文声不禁担忧道 求强姐 我们这样真的没关系吗 可愁强却毫不在意的满意的 没事 不会有人来的 很好 很不错 望着再认真揉铁团的张平 绸墙不由连连点头道 这就是我们独家技术 活面锻造术 像和面团一样搓揉 但各种材料充分融合 见张平的制作进度已经差不多了 绸墙便干脆地转身道 你在这等一会 我去仓库把模具拿过来 杆料就放在旁边的桶里 千万别让火灭了 张平文声立马就点了点头 接着双手慢慢地搓揉 虽然隔着防火手套 但她确实感觉到这团类似于面粉 但又比面粉硬的材料 不同的区域手感并不相同 跑一会之后 张平忽然发现炉子的火要灭了 渴望着旁边那两桶材料 她却泛起了难 这些都是燃料吗 为了让炉子的火继续燃烧下去 张平也步步地气塌了 她直接就将那两桶东西 全都放到炉子当中 在加入了燃料之后 张平便再次将铁球 放回炉子当中继续加热 可就在这时 炉子忽然动发出无比强烈的火光 显然是赤链蛇铃和煤炭之间 产生了可怕的反应 炉子所爆发出的烈焰极为恐怖 一下子就将张平给吞没掉 感受着烈焰的包裹 张平的意识不禁暗暗嘀咕道 我这是死了吗 可就在这时 张平的心脏位置 却忽然出现一张诡异的嘴巴 而原本包裹在她身上的那熊熊烈焰 竟全部被这张诡异的嘴巴给吞没掉 炉子中的火焰不断冒出 而张平身上的那张嘴 则不断地将这些火焰给吞噬 一时间张平就觉得 自己的体内就像熔炉一般 让他感受到前所未有的燥热 不过这也仅仅持续了片刻功夫 试炼蛇灵所产生的火焰就全部被吞噬殆尽 而张平那惊恐未定的瞳孔中 隐约间似乎浮现出了火焰 他身上这番惊人的变化 瞬间就让他呆愣在了原地 这个男人好不容易发现一只低级天长狐 可却没想到却遭到死亡威胁 就在刚刚 张平在练习火面锻葬树时 意外觉醒出了新的天赋 在火焰爆发和被吞噬之后 张平不禁有些惊魂未定道 火怎么灭了 就在这时 张平能明显感觉自己的心脏在狂跳不止 甚至能清晰地听到咚咚咚的声响 对时张平就感觉自己的心脏处其烫无比 他连忙对自己使出了鉴定术来一探究竟 张平等级三 成长之四星 体力十五 力量十五 敏捷十八 天赋契约宝石三级 三级额外效果已触发 新天赋食火者初级 可通过吞噬火焰转化为火元素能量储存在体内 还可以随时释放能量 直至火元素储能耗尽 目前火元素能量一百满值 张平看到自己的天赋面板不由暗暗震惊道 成长值又提升了 集合之前的情况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 觉醒新天赋加成长值 升级就天赋消耗成长值 只要我不断觉醒新天赋 那成长值就是无限的 可是我记得其他人的成长值都是有限的呀 难道只有我能觉醒多个天赋吗 望着新觉醒的石火者天赋 张平立马就明白了过来 张平就开始暗暗分析了起来 话说回来 我早上就已升到三级 吃下了三级宝石 怎么傍晚才出发宝石的效果呢 难道是需要某种契机吗 就在张平思索之时 仇强忽然打开门进来压一道 怎么回事 屋里怎么成这样了 在看到已经空了的燃料篓子后 仇强立马就握住张平的手机动荡 等等 你不会是把吃链蛇鳞给丢炉子里了吧 那玩意会爆炸 都怪我忘了告诉你 张平见状不禁有些不好意思的 强解 那个屋里损坏的费用 而仇强在把模具放到桌上后 忽然出声打断道 说什么呢 你人没事就好 不过你是怎么把火灭掉了 赤链蛇鳞燃起的火可不好灭 而张平则挠了脑脑袋善笑道 那个 说来话长 就在这时 仇强忽然被炉子上的材料给吸引住了 你这材料融合得这么好 这可是需要极致的高温 才能达到的效果呀 随后仇强就抓起金属团 送入模具中同时夸赞道 你小子果然很有天赋 学校真是看走眼了 比你现在的表现 近三大组织绰绰有余 张平文言不禁有些疑惑道 强解 大家一直将巡防队 调查队称作三大组织 那第三个组织叫什么 而仇强没有说话 他先将发红的面团迅速放入模具中 然后用铁锤敲打模具 将模具凸起的部分敲平 再将定型的武器放入水中冷却 随后仇强一边仔细观察 刚打造出来的武器同时解释道 凌珠城确实存在着第三个组织 但这个组织叫什么 是干什么的 无人得知 随后仇强就将那饼刚打造完成的匕首递给张平 对了 张平递饼 之前你是想买装备的吧 如果不介意的话就收下这个吧 在接过匕首后 张平立即就发动了鉴定术 美人类 品质优良 可轻松对10到19级的异化受造成伤害 当即张平就有些震惊道 这么好的匕首应该很贵吧 仇强健壮立马就淡笑一声回应道 按市面上的材料来算 大概值个10万吧 一听到这个天文数字 张平顿时就傻眼了 10万可是等于他三年的工资了 顿时张平就望着匕首一脸震撼道 卧槽 这是月薪三千的我能收下的吗 仇强文声不禁大笑道 就当是你进步的奖励 随后仇强便直接转身摆手道 我还有任务 得先走了 不过你不回学校真的没事吗 张平文言连忙摇头硬道 不用担心 我已经提前办好了毕业手续 仇强这才放心的离去道 那你照顾好老爷子 他有点糊涂 别让他开门营业了 而张平在仇强离开后 不禁暗暗思索了起来 虽说这铁匠铺因为不开业 没被天长湖盯上 但刚才动静这么大 难免会引起他们的注意 趁着天黑 用夜行者去周围巡逻一下吧 10分钟后 张平就来到小公园 此时破败的公园内 只有一个小女孩在里面荡着鞦韆 不过张平一眼就发现对方是天长湖 当即他就使出了鉴定术 但他意外的是 可我一样是三级 我有装备加持 应该可以赢他 虽然城内巡防队完全沦陷 但城外调查队应该没受影响 一想到这 张平的眼眸立马闪过一丝绝然 只要把天长湖的尸体交给他们 说不定就能引起高层的重视 可就在张平准备动手之际 他感觉到背后传来一阵寒意 是冰临 显然对方是觉醒冰元素控制的觉醒者 紧接着就传来一道冰冷的女生 你是准备对儿童下手吗 别动 不然我就杀了你 不然我已经交代在这里了 随后张平就来 来到了附近的一个小公园 暗暗猜测了起来 我是在孤儿院长大的 小时候常在附近的小公园 瞎恋王八拳 因此给公园取名叫做 孤儿院恋武场 那个女人认识我 不然怎么知道我的秘密 不仅如此 她还一直监视着我 所以我刚要动手就被她阻止 她把我引到这里一定有什么目的 就在张平思索之时 距离她不远处的树林中 忽然传出沙沙的脚步声 一只异化兽缓缓从中走了出来 张平在看到那只缓缓逼近的 异化兽后不禁诧异道 这里竟然有异化兽 随后张平就对着异化兽 使出了鉴定术 装甲毒尾鼠 种族异化鼠 潜力两星 初级异化兽 等级武 天赋剧毒之尾 体内拥有毒囊 可通过尾巴末端的骨刺释放剧毒 硬化皮毛 皮毛宛如装甲 防御力 大幅度提升 但也因此敏捷下降 张平在看完装甲毒尾鼠的属性后 毒尾鼠的身上暗暗决定道 不能走 现在不解决他的话 明天孤儿院的孩子来公园玩耍 就有可能会遇害 两级对五级 虽然有等级差距 但差距并不大 并且有强解送的优良级武器在手 张平没有过分惊恐 而是准备干掉这只装甲毒尾鼠 毕竟美人类这把武器 可以轻松对中级异化兽造成伤害 破开初级异化兽的防御 肯定轻而易举 张平在将学校里学到 对付异化兽的知识点 在脑子里过了一遍后 就选择主动出击 他脚下瞬间发力 整个人在飞夜中 就像是一头猎豹 净直冲向装甲毒尾鼠 张平感觉自己能赢 他前世看过不少爽文 主角都是刚觉醒 就非常擅长战斗 不合逻辑 虽然他没有战斗经验 但他可以命令张平召唤兽去战斗 让张平没想到的是 装甲毒尾鼠忽然猛地跃至半空 身体卷缩成球 并且开始快速旋转 然后朝着他的位置快速砸下 装甲毒尾鼠利用 他那身坚硬皮毛进行的旋转攻击 让张平找不到攻击机会 他只好命令身体进入防御状态 美人类锋利的刀身 立即就挡下了装甲毒尾鼠的攻击 虽然张平手中的匕首锋利无比 但在被装甲毒尾鼠的旋转 卸去绝大多数力道后 根本难伤他分毫 张平立马就压力陡增 他的装甲太硬了 得智取才行 来了来了 竟然破不开他的防御 而装甲毒尾鼠 见自己的旋转攻击 没办法伤到张平 便利用张平的反击力道 直接反身跃到了不远处的巨石 紧接着装甲毒尾鼠 卷缩的身体猛地舒展开 双眼死死盯着张平 他身上那个毒囊 猛然爆发出一阵幽暗的绿麻 毒囊中的毒素 很快迅速在装甲毒尾鼠的尾部凝聚 这赫然是他的天赋剧毒之位 下一秒 竖刀剧毒射线 就猛然从装甲毒尾鼠的尾部击射而出 张平健壮立即后退 然后就像玩游戏一样 不断给身体下达指令来进行躲避 张平知道自己没法格挡 这种蕴含剧毒的攻击 只好脚尖点地连连后退 快速与装甲毒尾鼠拉开距离 此时张平不断喘着气 额头已经见汗 他立马暗暗分析了起来 眼睛是弱点 只有那里没有被装甲覆盖 但他捡成一团防御有点急手 得像个办法瓦解他的姿势 不过一想到自己不久前 刚获取到的出击时活者天赋 张平立即就找到了突破的办法 紧接着张平就下达了命令 让身体使出明拳追蜀式 他很清楚 光靠自己的拳头 不可能发挥出追蜀的威力 所以他依然没有放弃鼻鼠 但又将明拳中对付小型异化兽的手段用上 明拳是专门攻击下路的招式 针对小体型异化兽 次招式大力尘 讲究已是压兽 就是依着体型优势碾压小型敌人 在连续躲开了毒素射线后 张平立即开始旋转手中的匕首 准备先来一波洋攻 装甲毒尾鼠的反应也很快 面对张平的攻击 他果断再次悬缩 不过这一次张平却早有预料 在攻击的同时 他的左手已经开始释放体内储存的火元素 张平深知装甲毒尾鼠的弱点是元素攻击 在猛然举起蕴含熊熊烈焰的左手后 张平不禁明笑道 叔叔你可别生气哦 话音刚落 张平猛然将手中的火焰爆甩而出 石火者的火焰缠绕技能 立即就命中了装甲毒尾鼠 见装甲毒尾鼠在灼烧下解除了防御状态 张平立马就再次将火元素覆盖在匕首上 然后笔直瞄准装甲毒尾鼠的眼睛处 下一秒 一道附带火焰刀光猛然落下 刺穿装甲毒尾鼠的眼球 接着匕首长驱直入 贯穿装甲毒尾鼠的恼人 而匕首上附带的火元素也紧接着轰然炸开 不断灼烧着装甲毒尾鼠的躯体 随后张平的眼前就弹出一个提示框 他的等级升级到了四级 体力 力量 领结都获得了增长 望着装甲毒尾鼠的尸体 张平不由微微松了口气暗暗嘀咕倒 果然实战比锻炼升级快多了 说起来 这毒尾鼠出现的有些蹊跷 城内除了天长湖 不应该还有别的一画兽啊 就在张平思索的时候 他的身后已经悄然出现数到漆黑的能量 正快速朝着他的位置吸去 紧接着那团漆黑的能量 就将张平的脚下给包裹了起来 望着自己逐渐下陷了身体 张平立马就慌了 这是什么情况 随后张平就感觉自己的脚下一空 身体快速下坠的感觉 让他忍不住的发出一阵尖叫声 紧接着就传出啪的一声 张平就落到了一处神秘空间 四周漆黑一片 仿佛坠入了虚无一般 还没等张平回过神来 不远处就忽然探出一张玉手 刺骨的寒意再次从中涌出 雄魂的冰元素很快 就将张平的身体给缠绕住 然后将它从地上快速揪起 这一切发生的太快了 他根本搞不清楚状况 而那名女子正是不久前 阻止张平刺杀天长湖的神秘人 他在将手中的冰剑 瞄准张平的脖梗处后 这才开口道 我给你五分钟 证明你是人类 闻声 张平立马就愣住了 他不禁暗暗嘀咕道 这声音是刚才那女人 他要我证明自己是人类吗 前辑张平就脸色古怪的暗暗吐槽起来 我本来就是人类 你让我怎么证明啊